他们是少有的一对龙凤胎姐弟,虽出深寒门,却自强不息。 经过十年寒窗苦读,在2017年,姐姐黄和以549分考入了中国石油大学的测绘工程专业,弟弟黄江以610分考入了华中科技大学的土木专业。 在家庭条件无法支撑两个孩子同时上大学的情况下,姐姐黄和主动分担,趁着暑假时间做客房兼职挣学费,弟弟黄江就根据自己学习能力做家教来补贴家用。 微观人物故事,励志激励最为上进的责任青年。 本妻子牙同去微观视角就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黄江黄和的故事。 那一年,在湖北省鹰山县土地港村,一个普通家庭里成功降生了一对双胞胎,而是还是一对龙凤胎,姐姐只比弟弟早出来几分钟。 俗话说,一儿一女凑成一个好字,这个一下子拥有了两个孩子的家庭自然是洋溢着幸福的氛围,特别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 当看见两个孩子出来的那一刻,心中也和千千万万的新生儿母亲一样,觉得一切都值得了,有了两个甜蜜的负担。 经过家中的长辈商议后,终于定下了两个孩子的名字,姐姐叫黄和,弟弟叫黄江,可谓是寓意深刻,对两个孩子抱有很深的期望。 欣喜过后,马上就要面对残酷的现实了。 黄江黄河一家人生活在湖北省的英山县,而这个县是出了名的特坤县,县里并没有一些建筑类的工厂,有的只是一些农田,难以发展系统化的生产县,也没有自身特色的产业。 所以生活在这的人们只要是青壮年,大都会背井离乡,外出务工,这或许是他们最好的选择。 所以这样一看,黄江黄河家里的经济条件肯定是不太好的。 再者,抚养一个孩子都需要耗费一个家庭巨大的时间和钱财,更何况是共同成长的两个孩子。 除了要抚养黄江黄河两个孩子之外,他们的父母还要赡养老人,压力是非常大的,没有留给黄江黄河的父母一点喘息的机会。 另外,黄江黄河的父亲的工作并不稳定,是一个临时工,上班的日期没有确定,自然可以赚取的工资也是有时多有时少。 而黄江黄河的母亲平时要照顾老人和两个孩子的日常生活,也只能靠打零工赚取一点生活费,补贴家用。 即便是在南,父母还是给姐弟俩筹集学费,让姐弟俩继续上学。 即便是在南,黄河黄江还是没有一丝嫌弃家庭环境想法,努力学习着,即便是生活给他们制造再多的困难。 父母包括黄江黄河姐弟俩也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着。 黄河黄江姐弟俩看着父母忙碌的背影,心里非常清楚父母对这个家的付出之大。 还没有工作能力的姐弟俩,也不能出去打工赚钱,唯有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父母分担一些家务与压力。 在学校里,黄河黄江的学习成绩都是非常优秀的,两人互相监督,甚至弟弟黄江的成绩比姐姐更出色,这也是他们的父母最自豪的一点。 两个孩子的学习根本不用父母担心,家里破旧的墙上早已摆满了姐弟俩通过努力得来的荣耀,其中包括一些奖状、证书。 每次学校开家长会,表彰先进学习学生那一篮,总少不了黄河黄江姐弟俩的名字。 班主任老师每次看见黄河黄江的父母,都忍不住夸赞他们,怎么把这两个孩子培养得这么出色。 落日的光照在他们一家人的脸上,仿佛是在表明生活的明天总是充满希望,继续坚持下去,总会有迎来曙光的一天。 2017年,是姐弟俩高考的年份,高考被公认为是我们国家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,对于黄河黄江姐弟俩自然也不例外,况且他们等这一天等了好久,也准备了好久。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刻,姐弟俩眼中的光格外耀眼,姐姐黄河考了549分,弟弟黄江考了610分,这样的好成绩让姐姐成功被中国石油大学工程测绘专业录取,让弟弟成功被华中科技大学土木专业录取,这也让他们一家在那一段时间内都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对象。 甚至还有人专门来到黄河黄江的家里,向他们的父母询问儿女的教育方法。 这时,父母总是会露出憨厚的笑容,说道这都是孩子们自己争气,努力干出来的。 但其实,黄河黄江姐弟俩同时考上一个好大学,学费成了他们一家人最担心的事情。 两人的车费,学费加上生活费,总共是需要一万八千元,这可比出高中时期的所需要的钱多得多了,要想在短时间内凑出一万八千元,无疑是一大难题。 为此,黄河黄江姐弟俩主动提出打暑假工来凑齐学费,父母也更加地努力打工赚钱,想尽全力补齐这个漏洞。 做父母的肯定是不希望孩子这么早就吃这么多苦,但看着两个孩子意志这么坚定,他们也只好妥协。 姐姐黄河在高中时期就有一些打暑假工的经验,那时候十几岁的她在同学的介绍下,前往电子厂打零工,上班二十多天,只能赚取四百多元,但黄河的内心已经很满足了。 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,黄河跟随母亲一起去做宾馆服务员,有熟人介绍,又有工作经验,宾馆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接纳了母女俩。 这个宾馆服务员的工作可不轻松,如果忙的时候,一天需要做满十个小时,甚至还要在客人退房后,同时给十几个客房做打扫,这样才能腾出客房,给下一批的客人住宿休息。 黄河虽然身材矮小,仍然坚持着受到了同事的高度评价,他也很热心,乐于助人,有时间就会帮助同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 弟弟黄江凭借着更加出色的学习能力,很快就在老师的介绍下找到了给高中生当家教的工作,从一天几十块逐步增加到一百元左右。 一家人都很努力地工作,但实际赚取的钱合起来也只有几千块,再加上之前家里的存款,一共也只有一万元,距离目标还差八千元不等,也就是说只能够学费,生活费还是不够。 母亲曾与黄河黄江姐弟俩商议着申请生元帝助学贷款,但姐姐黄河却认为能自己筹集就自己筹集,生元帝助学贷款本质上还是贷款,以后是需要还的,还是不想再增加父母的负担。 黄河黄江姐弟俩的事迹很快就被有关媒体报道了,甚至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聚焦三农栏目,相信有了媒体的宣传,黄河黄江姐弟俩能够得到社会爱心捐款,完成自己的梦想。 而姐弟俩自强不息的故事,也会被广为流传,成为一段佳话,为万千的寒门学子照亮前方的路。 你是怎样看待黄河黄江的故事的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为我点赞评论并转发,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